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寿宫的戏台子上 一出有关谋杀金夫案的戏开场了 学调刚刚还一脸享受的慈禧老佛爷 突然皱了下眉头 捧了太极心一个东西 他马上意识到有人要到白日 原来戏文里有一句 罪毒不过富人心 让慈禧听了很不顺乱 老佛爷大手一挥 倒霉的戏子领到了八十八字 巧的是 就在紫禁城里的这个小风波发生的同时 紫禁城外 民间一桩有关谋杀清楚案 也传得沸沸扬扬 案件的女主角 是浙江渔航的一个水灵灵的女子 小白菜 而男主角则是他昔日的房东大哥 书生杨乃武 被害人则是小白菜的丈夫 格片面 很快 这期被称为清末四大棋案之首 杨乃武小白菜案 被一封奏折撑到了慈禧面前 四夕太后看过奏折后 勃然大怒 她决定插手这起民间刑事案件 请勿观察上一场前所未有风暴 开始 自古以来 深渊的故事就常常被搬上戏台 无论是梦江女哭倒长城 还是豆娥深渊无骨 六月飞雪 这些戏份一经登台 往往引起观众 泪水盈眶 心酸满 究其根源 故事总会触动人们心底里最柔软的 我们同情弱者 憎恨恶霸 这是与生俱来的天性 然而在清朝 就有这样一个女人 她经历了远超于豆娥的冤屈和折磨 这个女人 正是清末四大奇案之首 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女主角 她名叫碧秀姑 因为她喜欢穿绿裙子白围裙 被人称作小白菜 小白菜与杨乃武的冤案 为何会成为大清四大冤案之首 又为什么引来了慈禧的注意 这桩影响广泛的千古奇冤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冤案当事员 碧秀姑等人的回忆 一起重回案发现场 去探索这桩起案背后的冤案 在渔航当地很多人眼里 自从水灵灵的小白菜和丈夫 格匹连租住了巨人杨乃武的房子开始 他们三人的关系就变得耐人寻味 杨乃武和小白菜 天天没事往一块跑 要说没事谁信 无风不启了 要不然老百姓都在传 羊吃白菜 我认识的不是牛吃白菜 那么羊乃武与小白菜案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羊吃白菜究竟是 不同桌影的流言 还是确有歧视呢 于航县豆腐房伙计 格匹连新婚后 为了给妻子小白菜更好的生活 以每月一千文的价格 租住了巨人杨乃武的房子 可是格匹连没有料到 这件原本甜蜜的新婚租房事件 却渐渐转变了味道 以前我常受地痞欺负 成亲后 杨二先生一直替我出头 那些替笔再也不敢登门骚扰了 我大心底里尊敬杨二先生 一心向他请教 可那些人却造谣说 羊吃白菜 污蔑我们有的私情 深正不怕影子歪 我们岂由怕那些污蔑 格匹连为了稀释宁人 带着妻子小白菜 搬离了杨乃武的房子 她本以为这样就没事了 可是有一天她提早回家 却发现妻子衣衫灵亮 眼睛发红地在床上发呆 出于一个丈夫的直觉 格匹连意识到出事 那天邻居请我到她的家里坐一坐 我没有推辞 可是我一进屋子就觉得不妙 这县的少爷怎么会出现在这 还要做什么 我这儿子被惯坏了 不服管教还好色 整日和一群地皮流氓混在一起 群花温暖 这样下去 早晚又出事 小白菜进屋后 门就被损伤 她想跑 竟来不及了 她哭着很牛 可是没有一点作业 直线少爷 最终还是把她占了 无意 小白菜遭受侮辱后 涉于直线公子的淫秘 忍下了所有委屈 并且对丈夫绝口不提 可可平年不是傻子 妻子身上发生了什么 她也猜出了七八分 顿时心中生起了一团无名怒火 从那以后 她对待妻子小白菜的态度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早先在杨家的时候 就有流言罪语 可平年辛苦的杨家胡可 没想到 妻子不是傅的 她能不憋屈吗 那天早上 她让我腌菜 我给忘了 傍晚时分她回来 脸色突然就变了 顺手拿起棍子 披头盖脸的就打了过来 母亲前来劝阻 她说她要出气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她说她要出气 可我呢 我的委屈上哪说去啊 当即拿起了剪子 剪了一半的盆子 这日子没发过了 我要出家 经过双方亲友的劝解 可平年与小白菜两口子 总算和好了 然而没过多久 丈夫可平年就出事了 清朝乾隆年间的广州东莞县 发生了一起奇案 县里一个名叫花如玉的姑娘 在结婚当天 新郎官投河自尽 奇怪的是 尸首却始终找不到 县令大人一查 发现这居然是一起 设计歹毒的谋杀案 原来这花如玉 早就跟当地的一个 顽固子弟勾搭上 但是按照当时的法律 又不能退婚 于是就设计谋杀了 自己的新婚丈夫 他们在洞房里 杀死了新郎官 花钱雇人 穿着新郎的衣服 然后劈头散发 装疯投河自尽 案件真相大白后 天父被判砍头 而花如玉 则被判了 凌迟处死的酷刑 在中国封建社会 尤其重视女性的贞德 不论你是什么原因 谋杀亲夫 大多是重罪 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刑罚 也更加的残酷 一直以来 安分守法的小白菜 怎么也想不到 这些残酷的刑罚 有一天 竟会成为自己 担惊受怕的噩梦 就在十月初九的下午 她的丈夫 葛品连 口吐白沫 暴毙而死 本该饱受同情的她 竟然成了大家 争相怀疑的对象 好端端的葛品连 究竟为何会突然暴毙身亡呢 小白菜 又为何会被扣上 谋杀 急死的罪行 十月初七 葛品连 双膝红肿 身上湿冷湿热 小白菜好心劝她休养两天 让她没有答应 可两天后 葛品连回家时 整个人都变样了 初九的晚上 我听见有人敲门 刚一开门 就看着她抱着肩浑身发抖 我赶紧把她扶上楼 给她盖被子 两层被子盖上后 她依然发抖 我赶紧就要去找大夫 她却给了我一千文钱 说让我买东阳身和桂园 好补身子 葛品连以为自己是阴定虚弱 就让妻子去买毒品 可这毒品买回来 没想到 她要她的命 葛品连死后 口鼻流血 十分怪异 这很快引起了葛家人的怀疑 联想起儿媳妇 小白菜之前的种种传闻 葛家人报了官 而官府的验尸结果 直接把小白菜吓磨了 武座验尸回来 县太爷却把我抓到了县衙 怎么会这样 他们竟然怀疑我 谋杀亲夫 夕原路上曾说 如果寄桂园 扶植口鼻出血 足以致死 葛品连死前持了大量的桂园 死状预计在大臣如河里 可是到了武座那里 却变成了种披霜毒而死 他的时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当时小白菜哪里能想到 他心里没鬼 可不代表别人不会背后搞鬼 原来 接到葛家人的报案后 知县刘希同专门派了门钉 跟随验尸的武座 听说那天验尸时 刘知县的手下与武座大吵一架 武座验出来的是烟毒 那个人却一说验出来的是披霜 这两个毒差距太大了 烟毒有可能是自己服用不当而致死 可是披霜呢 披霜就会被人误认为是下毒 这分明是在陷害 管他烟毒还是披霜 只要银真能释出毒来 仰奈我 仰奈我 这回 你可栽在我手里了 夜里 这些孝爷怕我说出他对我做的事 专门找人来串通 假意地来可怜我 说谋杀亲夫是重罪 要临迟处死 如果我说跟杨二先生有了私情 是受人指使下毒 他是星科举人 我是受人指使 那就不用死了 我一定是疯了 我怎么能相信他说的话呢 第二天宫堂之上 小白菜人受不住用刑 只得说案发当天 杨奈五给了他一包药 让他给丈夫服下 小白菜杨奈五 已经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 那时我心存侥幸 心想杨二先生是星科举人 按规定不用受刑 我在想 他来了 一定有办法救我 戈品连出事件 杨奈五根本就不在宇航线 有怎么可能方案呢 他是支线刘希同学 他是铁了心 想要杨奈五的命 那么书生杨奈五到底 怎么得罪了这位支线大人呢 杨奈五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读书人 曾多次为百姓打抱不平 因此得罪了官府 这一次被关入大牢 起初杨奈五并没有对自己的命运 产生太多的担忧 毕竟他与戈品连的死毫不相干 又具备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就算支线刘希同再不讲理 想必也不能颠倒黑白了 可是 杨奈五却没有想到 不久后 他不仅亲口承认了自己是杀人凶手 还为原本就不存在的投毒行为 编造了一系列致命的公司 一心翻案的杨奈五 究竟为何这么做 杨奈五招供的背后 究竟藏着怎样的隐形 甚至当年上了一堂 让奈五才发现 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幼稚 你不是有不在场的证明吗 好吧 我连夜赶回杭州 把贡死篡改一下 把歌品人的死状 由口鼻流血 改成蹊跷流血 再把小白菜的老四也改一下 哇 杨奈五出三受药了 改成杨奈五出五受药了 我看你怎么办 眼见支线刘西彤铁了心要置自己于死地 杨奈五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支付身上 可是支付的行为却更加很明显心寒 杨奈五之前得罪了不少官员 这一次落到他们上 又岂能善罢敢修 况且这杭州支付来军功出身 素来看不起读书人 对待这样的案子 他早就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 那就是一个字 打 好 杨先生被他们打了 坑过去自己 奄奄一息之子 他万念俱灰的亲口招认了 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如果能够重来 我宁愿我一个人去死 支付简阳乃五招认 立即问他毒药的来源 原本就没有投毒 哪里来的毒药呢 他亲口招认 说他花了四十文钱 去爱人堂买了皮霜 可爱人堂是个小药铺 那根本就没有卖皮霜的 我知道他在湖边 整个大堂的人都知道他在湖边 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为他申冤 杨二先生是个好人 他是一个新格局 他本来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那就是因为我 把他害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支线刘锡彤拿到口供后 又软硬监视 违逼理由药铺伙认认杨乃五 是从他们那里买到的皮创 就这样 一条完整的杀人证据链条 最终形成了 按照大清律例 杨乃五与小白菜 通奸杀夫是大罪 他们死定了 这姓刘的心也太黑了 这样一来 小白菜女判 冰迟处死 杨乃五与判 斩立决 一起不太死 杨乃五与小白菜一样 很快被承到了巡抚 杨昌峻的手中 巡抚为五原判 只等上头的批文下来 立即处死他们 古时候老百姓流行 求千问神 一遇到生活中的难题 总指望神明 能给自己知道方向 可这世界上 哪里有什么神灵 所谓的求千问神 这种事情 大多是求一个心理安慰 真正能改变一个人的 不是神 而是人本身 杨乃五与小白菜的冤案 发展到现在 几乎已经变成了 板上钉钉的铁案 在这种时候 杨乃五的姐姐 一个柔弱的女子 为了这桩案子 做了她所能做的 最后一件事 为弟弟求上一签 城隍庙外 杨乃五的姐姐 拿着手里的签文 激动不已 那么签文上 究竟写了什么呢 若问归妻在何日 待看孤山梅战时 看到这个签文 她眼睛一亮 莫非是等到 孤山梅花开放的季节 弟弟杨乃五 就能平安回家了吗 抱着最后一次期望 杨乃五的姐姐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要上京 告语了 杨乃五的夫人和姐姐 身背黄堡 毕竟千辛万苦 走了两个多月 才将撞走 递给督察院衙门 可是督察院问都没问 马上就派人 把他们押解回了杭州 案子又回到了 浙江村子杨昌郡的手里 这趟预状 算是白告了 杨乃五的可怜遭遇 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其中就包括 正在老家 给亲人守校的 兵卜又侍郎夏同山 我堂弟是杨乃五的朋友 深知他的为 绝不相信杨乃五 能干出这种事情 大商人胡雪岩 甚至还资助杨家人入废 让他们去告狱状 可见 大家对这个案子 都有怀疑 我便给杨家人 出了一个主意 我听说杨家人 又去京城告狱状 还拜见了浙江 在京城的三十多尾官 还向刑部 督察院 部军统领府 递了诉状 我这心里一紧哪 不好 就是有大事 同志十三年七月 夏同山与同僚 一起为此奔波 终于让杨乃五与 小白菜的冤案 第一次在慈禧台湖 面前亮相 慈禧看了演奏者 我们就下了一尺 丑神仨 从来不敢翻过 是因为知道翻过 把真相说出来 反倒让他们消灭政策 但这一次 我要把我所有知道的 全都说出来 行任主审官 很快厘清了案子的思路 但他不想得罪人 时迟没有将实行上报 就在这时 同志皇帝驾崩了 朝廷乱成了一锅中 兵府杨昌俊 受益主审安官员 将这件事 依托道具 天下文章属浙江 浙江文章属渔航 杨乃五与作为一个渔航的举人 若是因为一桩道德败坏的风化案被冤判 这就是在打我们所有浙江学子的脸 杨昌俊 仗着自己的官大就能够随便欺负我们浙江的举人 我们可没那么好欺负 一封封弹劾信 使慈禧在这桩普通的风化案里 发现一个绝妙的机会 他到底会怎么做 杨乃五与小白菜的命运究竟如何 1875 慈禧太后曾面临这样的尴尬 那年边疆危机不断 朝廷内部动荡不安 曾国藩的湘军成了慈禧的心头大患 湘军曾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 打着未道的名义 掠夺了大量江浙财富 战后这些人又在江浙占据重要官职 湘军实力雄厚 又属于地方力量 一旦有了造反之心 后患无求 慈禧曾多次试图 剪除湘军的羽翼 一直都没有成功 从杨乃五与小白菜的冤案里 慈禧敏锐地发现了机会 涉案人员中 以浙江巡抚杨昌郡为首的几名大员 恰恰正是湘军的势力 如果这件案子 确实是一件冤案 是不是就可以借题发挥 夺回湘军手上的一部分实权的 想到这里 慈禧很快便派了一名清差 前去办理此案 然而这名清差的身份 一经公布 却让人大跌眼 此人不仅从没办过案 还是浙江巡抚杨昌郡的下属 让一个下属去督查上级办过的案子 结果可想而知 既然慈禧有意借题发挥子 又为何会做这样的案子 他这个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身份 举人便犯人斯文扫地 学台冲行台 乃武归天 新任巡捕 显然是受到了浙江巡抚的嘱托 对这事不闻不问 在二次提选时 他用遍了所有的刑具 为了尽快给杨乃武和小白菜 落实罪名交差 这位新任清差大臣 简直是不择手段 他们用夹子夹我的手腿 差点把我的手夹成残分 从前我去的重招 是为了留条命 给再次申变的机会 如今 我宁可不要命 也要保住我的名字 可是血肉之躯 怎么敌得过轮番用刑 就在两人被折磨得 是近乎晕厥的时候 牙医抓着他们的手 分别在两份离谱的证词上 画了样 这个案子审得这么顺道 老佛爷毕竟是老佛爷 分得轻利弊 得罪了乡军 一五看 这正是老佛爷的第一步棋 他用杨昌俊的下属去损理冤案 要就是一样东西 怒火 这些都是他日后借刀杀人的工具 案子了结后 这一边浙江巡抚杨昌俊等人 正忙着设宴清赫 却不知道已经引发了大众的怒火 另一边 慈禧再一次接到 众多官员弹劾的奏章 杨昌俊几乎可以是一手遮贴 可这案子转到了刑部 那不是一样的 就这样 浙江籍官员与乡军的争斗 已经成了这场风暴的中心 而杨奈乌与小白菜的案件本身 反倒不重要了 可令人惊讶的是 慈禧仍然没有对湘军出手 他究竟想做什么呢 老佛爷 明明想剪除湘军的鱼 他表面上为什么在维护湘军的利益 这就是他的第二步棋 这一次的妙子 正是属于湘军队里的政治群体 庞大的江浙的士绅群体 老佛爷这招借刀杀人 实在是精尿绝伦 由慈禧的压制而引发的怒火 反倒越烧越旺 越来越多的浙江籍官员站出 这案子 不仅是杨乃武必修姑两条人命的问题 而是整个浙江读书人面子的问题 此案如不平凡 浙江将再无一人肯读书上进 居然每天都有新人出来替杨白说话 就连申报都对此进行了大屏幕 我真的想不通 很快 慈禧觉得 对湘军下手的实际已经成熟 他终于出手了 光绪二年 慈禧下令重审此案 死者葛品连的棺材也被挖掘出来 紧急运往京城 为了确保没人动手脚 棺材每过一个周线都要加贴一道封条 与此同时 杨乃乌与小白菜也被押往京城 光绪二年十二月 刑部大审后 案情越来越明朗 所有的医团都聚焦在同一个问题上 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连 竟然是正常病逐 当初捕捉的银针 又为何会在他的喉咙里测出毒来 为了解开百姓心中的疑问 官府公开举行了一场 绳势浩大的开关艳势 当庭审问刘西彤 为何篡改证词买通证人的时候 他前言不搭后言 几度咆哮 滑稽至极 我想这斗鸡跳墙的时候 也就这副模样吧 不可能 不可能 当时武作验尸的时候 银针是黑色的 很多人都看见了 验尸的银针 必须经过造脚水多次擦洗 刘西彤一听说 葛品连是中毒而死 眼睛立马就亮了 他一心想借此事报复杨乃武 哪里还管得上 这银针有没有经过造脚水的擦洗呢 为了保证准确性和权威性 刑部特别请出 有着61年验尸经验的武作 亲自动手 先后两轮验尸后 最后证实 死者的牙齿及猴骨 结成黄白色 无毒 有他点 其正常病故 持续了近四年之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最终真相大白 于杭志县刘西彤被发被黑龙江 中途因急火攻心 吐血而亡 他的儿子在一些官员的包庇下 侥幸脱罪 与此案相关的浙江巡抚 浙江学台 杭州支付等百余官员 被隔出顶带花铃 重军或茶瓣 至此一场千古冤案终于落下了一幕 我没有进大牢的时候 他们都说我长得好看 可当我走出大牢的时候 我却依依依依依依 杨二先生家人接台的时候 他们抱在一起 一起哭 一起笑 可是我的心是 没有一个人能够分析 一切都可以了解 在一起 小白菜的一生 令人唏嘘不已 遭受了常人所不能忍的痛苦 豆娥能六月飞雪 表明冤屈 孟江女能哭倒长城 发泄心中的悲愤 小白菜没有传说中 这些女性抗争的强大力量 因为她只是一个 活在现实中再普通不过的女人 她就像是一只坚韧的蚂蚁 遭遇碾压 仍然倔强地活着 小白菜的冤案最终能够昭雪 离不开小白菜 杨乃武的坚强意志 更离不开一个人的帮助 这个人就是为这桩千古冤案 多次上书朝廷的夏同善 今天我们请到了夏同善的后人 张芝萍女士 请张女士和我们聊一聊 这桩千古奇焉中 不为人知的故事 来有请张芝萍 你好张女士 你好 李老师 你好你好 夏同善 您是她的后人 那您怎么称呼她呢 她是我的高祖 她是我外公的祖父 那她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官 夏同善是 咸丰六年的锦氏 同志光绪三朝的官 是京官还是地方官 京官 咸丰的时候是兵部又是郎 同志年的时候是兴部又是郎 那么光绪年的时候 她跟翁通贺 此同刻进士 他们咸丰六年 同期考入京城的 光绪元年 两宫太后有一个遗址 就是夏同善 跟翁通贺 同做光绪皇帝的老师 那这么大的官 这杨乃武的姐姐 上京告玉状 怎么就告到夏同善那 告到您高祖那了呢 杨乃武呢 他们是渔航人 夏同善呢 也是渔航人 因为是杨乃武的姐姐 跟她的夫人 在那个浙江省 没有办法告 因为是他们官官相复 告到北京 两次郁状 都没有结果 他们了解到夏同善是同乡 那么她姐姐呢 就到我们夏家呢 给夏夫人夏老太 做书头的娘姨 书头的时候呢 就跟夏老太呢 交谈呢 觉得她的口语呢 是同乡了 那么就问杨乃武的姐姐 你怎么会到京城来打工 那么她姐姐呢 看着夏夫人呢 那么平一近人呢 就把她弟弟呢 猛烟的事情讲了 就跪地呢 求夏夫人帮忙 夏夫人跟夏老太呢 儿子回来呢 跟她讲杨乃武的姐姐呢 她是为了这个事情 到京城来 调查一下 看来怎么样 她说 你呢是身为命官呢 人民关天的事情 你管不管 那么夏同善呢 当然说要管 娘姨乃武姐姐呢 就把状子呢 给她看了 那您高祖就把这状子 拿到了宫里头 拿到宫里 先呢是跟她的同科 翁同赫商量 然后跟纯青黄 他们三人一起商量 就把这事跟慈禧说了 对 就给慈禧 这个事情重新审理 稍后继续为您呼唤 绝密往事 能不能跟我们年轻的朋友分享一下夏同善 对你们这些后人都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好的作用 她当朝的时候 她历次向朝廷赐咒 正在我举三个例子 京城旱灾的时候 她就想打井取水救灾 这个时候她在朝廷 她首个发起 她会来做江苏学政 那个时候她就提上了植树造林 她吃桃腰包 捐了五万棵松树 至今的那个山 还叫夏军山 她做人的原则 就是死未完美 夏同善做这么大的高官 家里没有房产的 她在当朝的时候 哪里去上任 就是哪里的工房 派给她做的 所以到现在呢 没有她的故居的 那么对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 死未完美 非常感谢您来到绝密网市 请您在梦想时下 感谢您的记忆 往事之所以有记忆 是因为有亲历者 历史之所以有温度 也是因为有亲历者 再次感谢张志平女士 来到绝密网市 绝密网市 下期再见 谢谢您 谢谢您 1931年6月底 日本间谍中村镇太郎 偷越我国军事禁区 为东北军军官光玉衡秘密冲军 东北军上下严防死守 惊天秘密 去因一块手表残遭泄露 如果没有那块手表 918事变 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让我们一起去探寻 918事变之 致命的一块手表背后的绝密网市